在星海爭霸兒的世界裡 如果不能夠多點重組玩家 那就要人生共分了 各位觀眾朋友 緊接著要進行的是韓國 來自於韓國的不勝俊 抱歉 前面念錯 他是三點水一個日 不勝俊 July 7月 他的ID是July 7月的選手表演賽 我是徐站員 而在星海爭霸兒的部分 為您請到的賽事講評是 Sobay 張宣奇 Sobay 你好 早安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Sobay Rush 是的 這位蒲選手 蒲勝俊選手July 大家都稱呼他July 他是韓國星海爭霸 歷史上第一位獲得 金華鼠殊榮的重組選手 什麼是金華鼠 這金華鼠 我們有時候也稱叫金鼠標 他是必須要拿過三屆的OSL冠軍 OSL的比賽是星海爭霸 以韓國的最大的一個比賽 一個盛世之一 對他拿過04 05以及08年的冠軍 是 那在星海爭霸2 就今年2011年 這位July選手畫面右邊的 臉比較大的 沒錯 雖然輝他的對手是鬼手輝 鋼鐵人的輝 臉也不小 對這個體型上氣勢就剩了一截 是是是 那這個他是蟲竹嘛 是 那他在今年韓國的這個GSL 就他們的星海爭霸2的一個聯盟 是一個聯賽 一個聯賽 第二賽季拿到了S級的個人總冠軍 總冠軍 總決賽的亞軍 然後呢還代表韓國打敗了烏克蘭 加拿大澳洲以及瑞典的選手 對在他們的在世界賽當中 擊敗了四個國家選手 好我們看他的開局有什麼不一樣嗎 對看到11點鐘方向 我現在螢幕上看到的 這個是我們的July JulyRug 那在11點鐘方向是我們藍紅色 紅色的蟲竹 紅 紅色的蟲竹 那現在開局都很正常 另外這邊我們只看到5點鐘方向 這個 熱身鋼鐵的灰 對他才是紅色 喔他才是紅色 完了我看錯了 我剛剛一度懷疑你有射盲嗎 對啊結果是我這邊看錯了 那是是 對是藍色的蟲竹 這個是JulyRug 那另外這邊一時間眼睛被鬼遮眼了 Soubet不要放在心上 哈哈哈哈 謝達元 人有失手麻有亂提 吃芝麻有掉燒餅 吃燒餅有掉芝麻 不過呢 聽說我們的前蟲王Soubet有跟JulyRug 打過這個 雖然是表演賽 你這個不到10分鐘就按GG了 對在今天的稍早 跟JulyRug打了一場 我們看到 這邊是崩下野鏈場 這是一個二框開局的打法 灰這邊是有一個二框開局的打法 那繼續講到剛剛 就是我被JulyRug打爆 這件事情實在不想再提 我們就回到站旁邊 被一個蟲打蟲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劍招打你呢 這實在是太力人法子 是要力人法子 對一想到就氣憤難當 對沒有啦 我們被一個正常一個 提狗術的異化蟲 以及毒暴蟲做一個進攻 那我的防守並沒有做好 直接被騷擾到一個 很慘烈的一個狀況 緊接著被打到這邊 喔 使用一個水晶封門 這是我們直接封住的對手 這樣在初期 久來就沒有辦法做一個 經濟型的一個開局 我們台灣直接變劍聯賽 新函二勝場處最多的灰 11勝5敗的灰 要打韓國蟲王 他用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方式 使用一個很特別的戰術 而且JULAI這邊還沒發現 嘿嘿 沒發現 對 後面放了一個光炮 這一個放一顆光炮 對 我們這邊看JULAI的視野 沒有看到 但是這個飛過來就看到了 對 飛過來就看到了 飛過來就看到了 看到就大吃一斤 對 大吃一斤 但是為時已晚 請他吃一斤 對 請他吃 喔 那這樣子一個狀況 第一時間放下了一根地刺 那應該是要等重拍 鋪出去之後 我們用地刺把門口突破 揮這一個打法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有創意 對 蠻別出心裁的 但是沒有辦法發揮效果 就繼續看下去 對 在初期後 我們先壓制對手的經濟發展 假裝這時候放下了第二個礦虛 那像是 像灰啊 或者其他的電信選手 都知道Solbay 你今天被痛電的慘案嗎 悲劇嗎 還蠻多都知道的 所以他們也知道JULAI 怎麼樣把你打款的方式 可能還不太清楚 還不太清楚 基本上我已經告訴大家 絕對不要外傳 是嗎 對 有殺人滅口嗎 沒錯 沒有 大家都基本上 下午有來都看到 所以你是來不及守 他打得非常快攻是不是 你的第刺啊 什麼刺蛇都還沒有弄過 我是使用賭門的一個開局 那我用兩隻後蟲賭門 但是第刺還來不及完成 那就被破口了 那這邊 喔 從太破得非常快 對 第刺已經來這邊搭根了 那現在就要突破了 是 開始伸舌頭了 對 再伸舌頭 這要吐幾次才會掉一個水晶啊 這要蠻久的 對 吐得非常辛苦 這邊的攻擊傷害 攻擊傷害是 對中甲是30 水晶塔的血量是400 所以我們要400 這邊異化蟲出來了 對 直接咬光炮 對 直接咬光炮 我們只要有一個口 突破一個口之後 異化蟲就可以出來做一個攻擊光炮 好 接下來放下自己的惡礦 那算是稍微延緩了一下 對 有成功拖住 但是其實剛剛那個 對於灰的經濟打擊也不小 三顆水晶加一個光炮 總共是價值450塊錢 就撒在人家門口 讓人家拿走就對了 對 沒錯 這個打掉就對了 對 那這樣子的話 酒賴這邊放下毒暴蟲槽 這邊要直接用毒暴蟲破口嗎 就這一波就要來了 那直接人家進來嗎 有光炮蟲 有光炮 但是因為我們這門口 現在是完全封死的一個狀況 只是我們可以用毒暴蟲硬破 突破我們最脆弱的水晶塔 突破之後我們的 硬化蟲可以直接衝進來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視野 規定沒有看到 已經來了 來了 要破口 破口了 第一時間放下去 這個反應相當快 對 趕快再防堵一下 哇 那這樣子對回來說 只要守住這一波 基本上對回來說是大有可為的 雖然被突破了一個口 但是他馬上再把他堵起來 對 馬上再把他堵起來 尤其是現在揮這邊 工兵的數量 領先了12隻 對 那現在酒賴因為很晚 想像自己的第二礦區 現在才開始 而且剛剛補了大量的異化蟲 現在才開始補工兵 這一個有趣了 這邊放下兩個星際之門 我們應該是要出 是要出虛空嗎 還是鳳凰呢 對 要用空軍啊 過去啊 炸蟲來吃 對 不過這個灰啊 鬼手灰 真的不是蓋的 剛剛被突破了一個口之後 馬上再堵 第一時間做出反應 這個反應反應 真的相當相當的快速 這邊現在要出的是虛空劍啦 對 而且旋逐的好處是 你只要一點啊 你人也可以忙走 對 沒錯 探測機就可以走 也不用等他那個劍好 對 對 你可以放在那邊就可以不要等他了 那現在兩支虛空劍正在建造 所以他是要用虛空 對 但是現在卡了一下人口 我們剛剛可能時間上沒算好 現在卡了一下人口 這一個虛空劍還沒有開始建造 那Jolai這邊要搶下自己的第三個礦區 橫玩搶二礦 那經濟略輸的情況之下 我們大膽地搶下第三個礦區 希望經濟可以趕上 想要從後面迎頭趕上 但是其實剛剛賽平收費有講到啦 哎 灰其實經濟方面是領先的 那他有要把握住時機出兵吧 很多人自己固步自封在裡面 對 現在再出了空軍 可能就是他的想法 等一下用空軍做一個進攻 有一次他剛剛已經放下了第三個 第三個飛機場了 那現在被尖堂偵查到了 Jolai這邊的科技攀升也相當相當快速 二本已經完成了 再下的是螺旋塔就是飛唐塔 然後兩支神族的虛空劍 虛空劍現在要出門了 對 這個虛空劍上面有沒有貼著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呢 現在是一個國際大戰 對 現在這邊是要前去進攻對手 而且這個意思相當好 直接往對手 直接判斷對手是要搶三礦的 直接往對手的三礦的地方直接移動 哇喔 這個意思相當好喔 Jolai發現了第一時間取消 嗯 鋪了個空 對 鋪了個空 不過已經成功延緩了 讓Jolai就選擇了 這時候放下了刺蛇 選擇出刺蛇了 現在灰已經拒結了三支虛空劍 現在迷航中嗎 他要決定要去打二礦嗎 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做一個小小的騷擾 對 對 我們先做一個騷擾 好 那確定你沒有搶礦喔 現在自己的虛空劍 往兩點鐘的方向移動 有沒有防空的呢 蟲竹這一邊 喔 直接過來了 直接過來了 現在在打公兵 哇 打得非常開心啊 這艘刺蛇以及後蟲直接壓了過來 好 硬點後看能不能點掉一隻呢 沒有 好 第一時間閃人 喔 反應相當快 那這第四隻的虛空 好像殺了三隻的公蟲這樣 對 喔 航空母艦 哇 這一個戰術 這麼快 非常非常特別啊 我們選擇的是虛空哨舟 直接攀升了航空母艦 哇 這一定是非常非常有想法的一個戰術 應該是有判斷過 喔 這一隻 這一隻小心 哇 落單啊 落單啊 沒關係喔 這一個戰術真的 非常應該是有經過精密的一個計算 所以灰應該是過去三個禮拜都在想這一招 晚上睡覺終於想出來這一招 那航空母艦 這個我們在電艦聯賽比較少看到 航空母艦是幹嘛用的呢 航空母艦是神族的應該說是 也是一個中級的一個空軍 那僅次於聖母艦 那航空母艦它的本體是不會攻擊的 可是它一台可以掛載8隻的小飛機 它有會這個像我們說的子母飛鏢對不對 對 沒錯 那我們的小飛機飛出來 就可以做一個攻擊啊 喔 對 非常非常凶惡 那這邊又放下了兵營喔 應該是要選擇空軍 大量空軍的話 我們瓦斯不夠 可能會利用狂戰士做一個搭配 所以要來做一個潛壓 喔 這一個打法非常非常有創意 非常非常新穎啊 是 這邊出的是什麼呢 喔 腐化飛蟲 是蟲族專門對空的一個單位 哇 發現了 發現了 第一時間發現 想走 那如果被發現了 你有潛壓嗎 喔 已經有三隻的航空母艦耶 剛剛觀眾朋友看到那個飛出來的 就是它配備的小飛機 對 配備的一個小飛機 那Jerai Jerai這邊選擇的是刺蛇搭配的 就是我們的腐化飛蟲 那搶第三個礦區 現在才蓋下 那對於蟲族 前期成功拖延到了蟲族的經濟 那揮這邊應該是大有可為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配備的組合 繼續再出航空母艦 哇 航空母艦 哇 成一個連隊了 對 航空母艦配合虛空艦 非常非常 火力非常非常強大 對 而且相當華麗啊 這看起來就醜多了 這可能就打不贏喔 這三隻的腐化飛蟲 雖然我個人是蟲族玩家 不過這邊還是要支持一下我們自己的選手 是 又過來了 對 又過來了 再放出小飛鏢 對 追過去 小飛鏢追過去還沒有 要在射程範圍內才可以放出來 對 不可以從地圖的這一端 放到另外一端去打的 太犯規了 哇 幾隻航空母艦啊 五隻了 現在五隻了 然後還搭配了三隻的虛空 非常華麗的艦隊 對 非常華麗的一個配兵組合 那現在工兵出來搶礦了 嗯 這個死 喔 看到了 喔 看到了 喔 想走 哇 這一個輸出火力相當大 一瞬間就殺掉一隻虎化飛蟲 還是也沒有繼續潛壓呢 對 並沒有選擇其他 我們搶下了三礦 是一個穩穩打的一個狀況 是 非常非常非常穩健 哇 揮 遠景揮 這個真的想了三個禮拜 想出這一招出來 對 這個覺得是費勤忘死想出來 對啊 而且他完全不出 我們常常看到神族的什麼追獵啊 什麼狂戰士啊 瞬移啊 都沒有 對 使用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戰術 想要出席自勝 對 久來是世界知名的玩家 那會這邊使用一個很特別的戰術應對 我們看到這邊有刺蛇飛機 娃娃飛蟲要壓得過來 那這邊有大量的小飛機 對 這個小飛機是只能打空中的 沒有 空地都可以 空地也可以啊 對 但是其實有 會害怕刺蛇的攻擊 對 因為刺蛇攻擊的火力也是相當強大的 而且當我們使用了這種組合之後 我們每一隻的航空武器都是非常珍貴的 如果不慎犧牲掉兩三隻 你可能就因此會被逆轉 或是因此被擊敗這樣子 來了來了來了 狂安石在下面做一個支援我們的兵力 直接做一波會議戰 那這邊我們看到狂安石幫忙 攻擊有機會 各位 鬼鬼手回 現在已經把 咬牙抱你 對 把空中的蟲竹通通清光了 全肩 哇 現在 各位觀眾啊 這一波要帶走了 往前衝 哇 搖著 晴天白日蠻地紅的國旗 往前衝 搖七大航往前衝啊 哇 說不定下午被這個狂安打爆 現在也咬牙切齊 對 我們這是 不只是替我復仇 對 但是為國爭光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一波 有啦 我們也看到追劣啦 對 現在要打 這邊要看你還有沒有在搶框喔 沒有 沒有的一個狀況的話 兵就拉回來 這邊衝掉兩隻追劣 不過我們這邊的兵力 還是相當相當的大 目前 往後面的兵在補過來 那這邊狂安這邊在補兵也相當相當快速 我們在占據了一個位置點 直接做一個進攻 這邊成功的消耗 打掉了大量的刺蛇 是耶 哇 這五隻航空母艦 哇 再兇狠地殺著你的王蟲啊 徐鋒劍 現在自己壓過來的話 我們應該是一個還滿大的優勢 人口領先二十幾 人口領先三十幾 我們這邊打過來 要壓掉你的三礦 攻兵拉得出來 哇 這一波大獲全勝了 大獲全勝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要獲勝了呢 哇 三礦 打掉對手的三礦這邊 July就陷入非常非常危機的一個狀況了 哇 是不是 這個July要打出GG 史密達 對 樹就要打出GG 史密達 我們做一個漂亮的操作 沒有寫的 他們往後拉 好 那現在打掉了對手的三礦 來到這邊現在來到二礦 要壓制你的斜坡口 家中現在是一個 無論是經濟 科技還是畢竟 又是July要打出了GG 鬼手灰獲勝了 打敗了韓國重王July 這個July 面如死灰 竟然被鬼手灰 對 航空母艦以及虛空艦這一招 而且還用水晶先堵你們 對 這個戰術非常非常成功 哇 現在應該放煙火放鞭炮了 對 等會我去買 馬上回來 鬼手灰 鋼鐵人隊 樂勝鋼鐵人隊的鬼手灰 在這場表演賽 打敗了韓國重王July要 獲得了這場表演賽的勝利 讓July要 蒲勝俊 全手打出了GG 史密達 好 怎麼樣 請觀眾朋友 先休息一下 待會就要來進行我們的 樂勝鋼鐵人隊 橘子熊隊的 新海鮮八樓的比賽